这个电池没有换过吗? 没有啊 现在还能跑多少公里呢? 现在还能跑300多公里 刚开始能跑多少呢? 刚开始也是300多公里 区别不大吧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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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太大了 52万 3年52万 3年还是4年了? 3年多 快4年了 你们不是说50万年开始换车子吗? 没有,5年换车 5年这个电池要开70万吧? 5年差不多了 要70,一般正常是60多万 差不多将近70了 那这个电池好吧? 还行吧 就是充的吗? 嗯 我前天做的那个新的 他都是说充电只有一个小时就够了 新的充电要快一点 它那个电池也 跑这公里续航也会比我们要多 嗯 我们到时候这个到期的也是 也是换那个嘛 嗯,是是是 你上次你自己说的 他是跑了30万 他就一定要换 换车子了 30万就换车 嗯 没有吧 但是你这里面是52万 三年多一点 52万 这个公里了 那这个比亚迪就是厉害的吗 这电池也还可以哦 但是我记得就是 不是 这个车子应该是算四代的车子了 我记得一代和二代 它不是开200公里的吗 一次充电200多一点 也没有吧 嗯 那我也不知道 第一批的那个车 不知道 第一批那时候 刚换的时候 只有 鸿城公司那个 他们最喜欢是搞这个电动的 嗯 没有,我记得是 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 那个 他们都是需要一天做六次充电 好像是哦 嗯 那那个新的那个16 那差不多一天一次充电 你行吗 嗯 所以是不够 就怕有的 他在说你两个班 你又不是一个人跑 一个人跑还可以 嗯 你两个人的班 你你肯定要交满电给那个副班嘛 哦 你是六点换班的吗 一天换班 我是五点 五点 五点到现在是几点 现在十点了 五个小时一百公里吗 对 九十九公里嘛 那一个 你平时一个半就是开多少公里了 一个半 嗯 一个半 看老 这个说不准的 你晚上你拉的长度多 你就路多一点 嗯 长度少了 你就路少一点 一般 路少一点的话 基本上是二百一二了 二百三了 路多的时候 两百七八都有了 哦 所以就平时都是三百以下了 嗯 哎 这低实来还行 就是这个充电慢吗 充电不麻烦 就是慢 我说的是 速度慢 速度慢 我们这个也还可以 我们这个可以充两百的 充那个快箱 他们有的是充一百三的就比较慢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小时 看你跑多少天 一般我是跑两百多公里的 两百二三的话 我就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左右 嗯 像那个充他们充小的一百三的话 他们就要充一个多小的 嗯 我们这个可以充两百 你说两百是两百安的是不是 嗯 两百你说的是两百安 两百安对 嗯 他们是充一百三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数字上面 下面可以说是多少钱瓦 多少度 啊 他有啊 他都会显示啊 多少钱多少度 电你送的 就是就是那个多少钱瓦 那个是付钱 哎哎 那付钱按 他是这个 就告诉你这个 到底这个速度是多少了 付钱按什么 就是钱瓦 就是有个数字在下面就是说 就是K位 就是英文字母 这两个英文字母的还是 嗯 他也不告诉你 是上这个速度 就是有个数字是K位 就是英文字母 这两个英文字母的还是 就是 就是英文字母 它是酥酥酸